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但以理的祷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上帝的回应已经来到 他从异象当中见到了加百列 加百列向他陈述着上帝的信息 我要使你有智慧 有聪明 你开始恳求的时候 就会有命令发出 因为你是蒙喜爱的 你要思想这事 明白这异象 这份信息告诉但以理 上帝必然会应允 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引进永恒的公义 然而一切的发生 无论是恢复是重建 全部在于上帝的手里头 或许这样子的回应 跟但以理心里头所想的 未必是一样的 但是上帝确实应允着 拯救必然会到来 新的世界 新的秩序 必然会出现 祷告不是只有停止在这里而已 祷告将要带你遨游到未来 看见一幅全新的图画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子想吗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什么样的异象呢 来到一年的结束 我们都期待新的一年能够开始 所以每间教会每个人 我们不断的期待一个新的异象 我们也为了这个新的异象 不住的祈祷 不住的等候 可是上帝的回应 上帝对但以理祷告的回应 给予我们一幅新的想象 如果我们的祷告 不会在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完成呢 那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子祷告下去吗 我们的祷告只是期待着 小格局的问题被解决 还是期待着上帝所设定好的计划 能够带我们朝向永恒呢 我们是否有永恒的观念 将决定我们祷告的格局 也决定了我们祷告的深度 每当在探访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见许多老人家很担忧着 他们的孩子没有继续在教会当中 所以期待着牧师 你赶快帮我们祷告 虽然他们在远远的地方 可是能够有一些人去关心他们 向他们分享信仰 期待他们能够回到教会里面去 有的时候在这样子祷告过程 我们回应弟兄姐妹的事情是 恐怕我们需要把祷告的格局 继续的拉大 而这个格局的拉大来自于 我们如何去看见 一代代信仰的故事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继续的发生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述说新的故事 我们就没有办法触摸到下一代的孩子们 他们不会看见自己的父母亲 如何尽忠的在教会当中服侍 如何体会到上帝永远有足够的恩典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 因为我们总期待着 手里头要能够完成 手里头要能够看见 也就很像我们都像政治人物一样 期待着在我任内可以完成剪彩 可是没有人愿意去做那个扎根的工作 没有人做前置的作业 那怎么能够期待这些事情会发生呢 祷告帮助我们 让我们去面对着 即便现在不会成就 但将来有一天在上帝的计划将要落实 代理的祷告再一次唤醒我们 用我们的祷告去遨游 未来的图像 用我们的祷告去看见 上帝奇妙的工作将要被实现出来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祷告的时候 愿上帝真实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我们永远行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让这份信息能够传承到每一代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祢 因为祢将祷告的权柄赋予给我们每个人 也愿祢真的再一次修正我们 让我们不局限于小格局问题的解决 而是遨游在祢的图像当中 看见未来的异象 让我们还有周遭的人都因此得蒙福气 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